好 進口蛋的爭議越演越烈了 標榜台灣製的液蛋原料來源 是否是真的國產蛋呢 很多民眾都有這樣的疑問 那麼現在恐怕讓全民失去信心 各縣市政府現在緊急展開大雞查 那麼連帶除了是上游雞蛋加工廠 生意飽受衝擊之外 下游業者現在也是挨挨救 為什麼 尤其是用蛋量大的 看來是烘焙糕餅業 那麼是逢中秋旺季 要如何證明自己用的真的是國產蛋 真的是當務之急 松軟綿密 奇風蛋糕飄散濃郁奶香 想做出香氣十足的糕點 一定得用到雞蛋 讓個進口蛋風波持續延燒 使用國產蛋的烘焙業者 同樣受到波及 倒入瓶裝蛋液 不用經過一顆顆手打程序 省時又省地 卻接連爆出部分標榜國產的液蛋 原料來源是進口蛋 烘焙業者難掩擔心 趕緊要求廠商提供檢驗報告 從源頭把關 我們一旦主要都在用蛋糕 生日蛋糕 然後想到蛋糕的產品全部都是 還是會擔心 廠商送來的蛋 我們也是有叫他拿報告出來 廠商現在也有拿報告出來 都是台灣的 都有檢驗報告 尤其9月迎來中秋節 正好是烘焙糕餅業的旺季 想到自家用的蛋品 都是貨真駕駛的台灣貨 就是要讓消費者安心 為了掌握進口蛋流向 避免被物質產地 各縣市衛生局都紛紛展開機查 即使已經全面使用國產蛋加工 上游雞蛋工廠生意還是大受影響 其實過去加工蛋品 幾乎都是只用國產蛋 產量也是年年上升 以2022年來說 台灣年產4307萬箱蛋 數量超過86億顆 其中約有兩成用來加工製成雞蛋 如今卻因為進口蛋亂入 牽到龐大雞蛋產業鏈 在風波平息前 業者只能自行加強把關 穩定消費者信心 藉著主持房之節 新北城不老